从建国初期到90年代末 哈尔滨有相当多的超级大厂 那个年代进厂就意味着什么 铁饭了 今后只要认真干活 那绝对是衣食无忧 但到了80年代末 这些大厂就开始逐渐的梦落 90年代集体改制 下岗大潮公司合营 这些大厂逐渐的就消失不见了 今天双刀在这里给大家盘点一下 哈尔滨那些记忆中的大厂 今天要说的这个厂子 那可是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日伪时期 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 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 哈尔滨毛脂厂 往前说30年 谁家又是拿不出一条压箱底的卧虎盘毛毯 那你家的日子过得肯定是不咋地 1922年中国商人张道友集资65万元 成立了名为玉庆德毛脂厂的工厂 在那个时候 玉庆德毛脂厂的诞生 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升起的一颗新星 那绝对是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反抗 那时候玉庆德生产的提花毛毯 不仅畅销全国 而从1926年开始就出口日本和朝鲜 年产量达到9万多条 1948年改名为东北毛脂厂 1950年更名为哈尔滨毛脂厂 1953年至1957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了1956年的12月30日 共生产毛毯61.53万条 毛泥66.9万米 提前第一个五年计划被完成了 被当时的央视拍成了纪录电影 那时候的哈尔滨毛脂厂 可谓是20年风光无限 到89年共向古巴 埃及 苏联 利比亚等国家 一共出口了107万条毛毯 1981年开始生产卧虎牌毛毯 一经推向市场立马变成了抢手户 当年就销售了35万条 那时候真的 过日子家里拿不出一条卧虎毛毯呢 那日子过得得水当尿库的 哪个单位凭先进不奖励个卧虎毛毯 那领导都没正事我跟你说 就这么好的场子 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 哎 硬他们没挺过来 90年代末 减产 减原 停产 卖设备 最后啊 在原址上建设了现在我们哈尔滨的松浦大桥 连个渣都没剩下 真正留下的 可能就是现在每家床底下铺的 或者是压箱底的这个卧虎毛毯了吧 噪孽 你们还知道哈尔滨的哪个消失的老场子 来 告诉我 我再给你们摆会摆会 我是风火双刀 关注我 我们一起回忆东北消失的那些记忆